所以謝謝大家對於 修行二度就業的支持 我配成五號出席代言活動 興奮的大秀手上的珠寶 直說好想帶回家 只是這價值不菲的小東西 到底要自己賣還是老公買呢 自己賣可以他想出業可以 因為想到買單你會壓力很大 因為它是五億多的一個狀態 下面這是三億多的一個 好不好 大家都不要壓力大好不好 就是說你覺得你房子很貴嗎 賣掉也買不到 這個天價小記者有嚇到啊 而聊到侯佩成最近的歌唱節目 採財評者 遇到老搭檔民眾憲憲聲 究竟憲哥的表現如何 他要這樣說 他唱歌就是這樣子啊 嘿嘿嘿 我有驚訝說他竟然蒙著面在那唱歌 可是他一出來差點沒有 嘿嘿 就直接暴露出他的身份 憲哥也是哭哭 另外日前在綜藝節目中 被其他來賓調侃到 和周本過王的戀親 佩成也打發回應 反正吐槽嘛 就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槽點 我覺得要打開那個 憂慕的胸懷 這樣子上節目才有趣 當媽媽之後 也是什麼槽點都不在意啦 非凡熱台灣報導 喂 啊 啊 啊 好啊 Mm啊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